回到第三節的節目 剛才那首歌叫做《重軍歌》 當時中國遠征軍 所有的軍官兄弟們都會唱 那時候很出名 現在你聽回來也不會唱 最近大陸有一套劇集 講中國遠征軍 《我的團長,我的團》 這套劇集就是 無論是 褒揚中國遠征軍的偉大事跡也好 拿來做兩岸統戰也好 畢竟他們對中國遠征軍 這一次的 入緬甸打仗 他真是置意的 還有 原來 最近 9月14日 不是很久 19巨的遺骸 從緬甸 那裡 運回來 雲南 這個 忠烈池 王狀 還覆蓋著 中華民國的 第一軍的軍旗 清天白軍旗 是 還找了當年 一些美國 英國 那些軍事顧問 例如史迪威 那些後人 和大陸的所謂的 省委 那些高官 迎接這十九庫的 遺骸 回到安葬 是 我覺得 都對這些 死去的 衛國捐軀的 軍人的尊敬 沒錯 因為 其實他們 葬在鍾列池 當年 1949年的時候 國民政府 是為了 這個 田面戰爭 為他們設立 這個 兵建的 是一個 募員 大陸 都 保存得很好 這十九庫遺骸 回到來 都是安放在那裡 我看過一些照片 因為 我很大頭黑 我本來只是想著 有些照片帶回來 結果 我只是弄了一首重軍歌 其實什麼都沒有帶 那張照片 拍到 那個 中列池 雲南中列池的大門 一邊是 清天白的黨旗 一邊是清天白門 是國旗 有些人去 游人 又去參觀 諸如此類 所以我們看到 隨著兩岸關係改善 我們對這些 中國軍人 都有一份尊敬意義 因為這十九庫遺骸 就是 當時在緬甸 被人發現了 那邊一些華人的團體 那些華人會館 要求大陸政府 喂 大哥 這些 當年為我們這場戰爭犧牲的遺骸 那你很應該拿回去 安奉它 那 那 經過很多的一些 兜兜轉轉 折折 那 那 那 9月11 2011年 不是很久 大概十幾天前 9月14日 就把這十九個遺骸 接了回去 那 那 其實呢 因為 在田緬戰爭裏面 其實我們是很多不同 就是 在不同的地點犧牲的軍民 其實國民政府 或者當地緬甸政府 都和他們建了很多寧塔 那些紀念館 為什麼會拆呢 就是這段歷史 就是可歌可哭的 第三軍和第五軍 就是 雲南 雲南部隊 那 就是內戰 就走了去 緬甸 就是龍魂的部隊 就是 李尼 是 走了去緬甸 那緬甸就 緬甸軍 和這些 雲南的 救國軍 打 緬甸軍 原來不能打 就是 被第三軍和第五軍 打到糟糕 那結果 就老修成路 就用一些推土機 就把這些 所有中國人的寧物 全部剷平 那這樣也有 是啊 那當年是保護他的 大哥 所以這些國家 是混蛋來的 就是 沒得談的 所以 當時 雖然是 那個年代 就是為他們安奉了一些 靈灰塔 諸如此類 就因為 三軍五軍 和共產黨 打完之後 要撤退到緬甸 又和緬甸軍打 緬甸軍不夠打 他就老修成路 就拿我們國軍的 一些遺骸 來出氣 那這個就不應該 因為當年真的 保衛緬甸 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 而且 說真的 是沒有義務的 緬甸 是被英國人 就是管治 當時來說 英國人 他所有的武器 和他有的 軍力 遠遠應該 在中國的 部隊之上 而且英國人 本身 也有印度的支援 但是 中國沒有 中國已經 由三七年 陰家探 我還要派對軍 跟你打 沒錯 當然 一位神功 二位弟子 因為我們都要打通關墨 才能夠 大後方的物資 才能夠圓圓不絕 運過來 而且日本人 也想插你 插你後門 在雲南上來 去重慶 好 看去 KMV 你很有心 他說 邱興 找麥興 一起介紹泛南的候選人 找一集 他又說二域 二域 其實我很想找一集 專門說二域 因為二域這個地方 大家從書本上看過 我是親身去過 泰北 泰北 我是親身去過 而且去過也有六七次之多 跟當地一些難民村 亦都建立了一些關係 還有這個 青萊省 的一個叫做 陳茂修將軍 都很熟 這位將軍 就真的 在青萊 客客有名 他說 他一去到 就給我們一張卡片 他說 你在青萊 有什麼事 你拿那張卡片出來 就真的 所向披靡 什麼事都沒有 即是趴士 趴士 因為他佔我們 是去到機場禁區的 這麼厲害 真的 以後有機會再說 因為 泰北也是值得 大書特書的一篇 我們今天就講 中國遠征軍 陳茂介紹一下 中國遠征軍 是什麼東西 中國遠征軍 在太平洋戰爭之後 在1941年12月 當時中國 加入了盟國 跟中美簽訂了一個 保衛緬甸的條約 派遣遠征軍 去跟英國 共同防衛緬甸 要講這件事的時候 先講講當時的形勢 當時來說 印度屬於英國的殖民地 當時印度的總督就是蒙巴頓分爵 而緬甸也是當時英國的屬地 但是 在緬甸的隔離泰國 其實在太平洋戰爭開始的時候 已經被日本人佔領了 並且迫他加入大東亞共鳴圈 當時來說 日本人希望 透過進攻緬甸 威脅印度 從而把整個英國在亞太區的勢力趕走 所以英國當時來說 1941年正正 英國本土 受困於希特拉的戰役 希特拉轟炸英國的本土 於是英國就無力去挽救 於是透過美國 希望中國派遣遠征軍 去幫英國去守緬甸 英國人很混亂 因為英國人既想你幫我守 但是又不想你強大 因為 畢竟緬甸也是我的殖民地 如果你搞定了 就變成了你的中國殖民地 很害怕英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 所以在這個互相僵如之下 其實都守得很辛苦 沒錯 中國遠征軍 就是孤軍 就走進去 當時來說第一支部隊 由當時衛立王 名義上做司令 帶領遠征軍 進去緬甸 當時第一次進去 很艱辛的 第一次進去是十萬人進去 十萬精兵 因為你出征 遠征當然要精兵 但是留意 緬甸的地形是什麼 緬甸就不同 我們一般的地形 緬甸的地形是屬於 這是蘭瘡江和橫貫山脈裡面的地形 所以有很高的和很濃密的森林 山岩瘴氣 而且山勢又險峻 山岩瘴氣裡面 其實有兩樣東西是最大的敵人 第一 所謂瘴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焗在樹林裡面的一些 沼氣 很傷身的 另一件事就是藥質 當時來講 中國的軍隊 說真的沒有那麼多醫藥 帶一支槍 就走進去 走進去這個松林裡面 真是身手不記五指 當時的松林 就等於現在 例如大家在看電視 就會看到好像 亞馬遜新聞一樣 真是身手不記五指 而且走走走 是被咬的 如果輕的 就被一些蟻王咬 那些蟻是吸血的 咬你之後 你又不是很覺的 但是咬得太厲害的話 你又會流血的 那些應該叫奇拿 不是不是 不是奇拿 蟻 蟻來的? 大蟻 就是吸血的 紅火蟻 哦 他不斷咬一咬 然後就流血了 OK 奇拿 你奇拿 就是另一種動物 就是黏著你的腳 吸血了 你又不覺的 你一拔的時候 那些血就流出來 那些 然後就是藥質 藥質就是最慘的 寫得最多的就是藥質 所以當時走進去之後 十萬遠征軍走進去 就被日本人圍困了 除了在仁安疆一役 就救了七千名英軍 包括當時的英軍司令之外 其實很多場戰爭都打敗的 於是 中國的遠征軍 就由十萬人 就是沿途又傷亡 亦都有患病 據聞就是 患病死亡的就多過戰死 所以就由十萬人 就是死了四萬人 於是就分兩路撤退 一部分就撤退去印度 另一部分就撤退去緬甸 就是雲南的西邊 去從政這個軍隊 有人這樣說 當時就要撤退軍 孫立仁就帶了一隊去印度 杜律明就帶了 他們這樣說 他說 蔣介石其實就要求他們全部 撤退去雲南 孫立仁就計算了一條數 他說撤退雲南沒有做數 這麼遠啊 又要走過去 那我不如西道我去印度 在那裡整頓一下我的軍容 有人就說杜律明就是 柴仔來的 這裡是柴仔來的 蔣委員長說什麼呢 老實說 蔣在外軍命有所不從 蔣介石都不知道實際情況 你也可以上報 委員長這裡撤退不行 我們可能要去哪裏哪裏 這個人就是柴仔 結果分道揚鑣 一隊就去了印度 一隊就回到雲南 結果回到雲南 就真的死得最慘 沒錯 當時來說 因為這樣分開之後 就出現了兩個系統 一個就叫做中國駐印部隊 後來就是史迪威 就去接管 另一個就是回到雲南整頓 1942年再出發的 就是中國遠征軍 這個就成為了當時來講 中國在海外 就是在境外 戰爭的兩支部隊 而孫立仁呢 就是當時來講 就是史迪威管治之下 聽說那個食用很好 因為這個孫立仁 也是佛羅里達的一間軍校畢業的 那去到美國讀書 當然是英文了 所以他跟史迪威將軍的溝通 是無外的 是 當時我們的精英部隊 都是不懂英文的 有很多英美來的顧問 是溝通不到的 所以當時委員長就是 這個就是孫立仁 孫立仁的軍資 那委員長當時號召了 十萬青年十萬軍 一寸山河一寸血 希望那些知識分子 就投軍從容 希望 因為這些知識分子 應該都會講幾個英文 變成跟洋人 比較容易接觸 在協調上 比較好些 但是呢 孫立仁部隊 去到 撤退到印度初期 其實英國人真的很壞 幫你去搜緬甸 但是呢 你走回到印度 他就怕你搞陣 又怕你找甘地 於是呢 就要你繳鞋 其實 他最 英國人最恨呢 就是 竟然他蔣委員長和甘地 見過 是啊 因為他 那時候一一二叫他 你不要見了 你這樣一見 那我英國人在你這裏的利益 會不會你們自己搞定了 沒有了 所以就 英國人很混亂的 英國人很混亂的 就是老狐狸的 救了他這幾千人 都是百救的 是啊 真的 而且真是 死不少人 因為我們在上一集 不是說過的嗎 就是中國加入 同盟國其實有沒有相互呢 老實說 這件事真是兩體的 是 因為 如果我們看回整個 抗日的歷史來講 其實 中國在1941年 42年 其實也挺得住日本人的 但是 一有遠征軍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歷史的巧合 去到1944年 竟然在河南 在湖南 和廣西 竟然是大敗的 那其實是否有關係呢 這個真是 要找個時間 檢討一下才行 那好吧 那就是 就是 接著就是 史迪威出場 是的 史迪威出場 就是 史迪威 老實說 這些是 軍人那種霸氣 令到 很多人都不滿意 就是他又要 管理中國軍隊 又和委員長 有很多爭執 就是 因為 他是作戰專家 那委員長說 我的最高統帥 頂你的肺 兩個都是 你打得 我打得 沒錯 那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 這些 就是戰略 或者 那些物資上面 大家爭執 那就是 令到很 很不愉快 那好像說呢 曾經 曾經 透過 中國駐華盛頓的 軍事參戰 紅色輝 直接找羅斯福 就投訴史力威 叫他調腳 麻煩你回去吧 不要把他放在那裡 不過 怎麼都好 史力威在印度 就是 取代了 當時 中國遠征軍第一軍 司令部的位置 就改組為 就是中國駐印度 軍隊 司令部 由史力威去控制 並且 史力威就叫 蔣委員長 馬上就 找些軍人過去 就支援他的 那個駐印部隊 那 在一個駐印部隊 在史力威的管治之下 當然 那個 訓練 和裝備 都差很遠 這個 我們又不可以完全忽略了 忽視了 美國人 史力威 在 中國的 這場 抗戰裡 他的確 立下了 漢馬功勞 是吧 他無論從 軍備 無論從 裝束 訓練 一套 美式的 訓練 的確 將 中國 當時的 軍人 改頭換臉 還有 他們的裝備 僅次於美軍 是啊 當時來講 史力威和 當時的駐印部隊 這樣訓話 他說 你們不用怕日本人 我們有空軍支援你 我們有後勤部隊支援你 當然 當時中國軍隊 如果是中國內地 哪有後勤的 是吧 一個就是一個 兩個就是兩個 因為他們 中國軍隊 沒有那麼多現代的知識 他真的好像以前 古時打仗 兩陣 隊員 所謂隊員 大家只要 抽過 哪有 所謂 戰略 戰略 物流 物流 這些怎麼來才可以 但是美國人打仗 他真的想得很周到 整個系統 整個 整個系統 整個 配套 去打仗 所以 由當時開始 中國駐印度部隊 稱為第一軍 歷史上稱為新一軍 還有一支叫新三軍 第三軍 這兩支就是美式裝備 最堅的兩支 是吧 當時來講 駐印度部隊 就在印度那裏受訓 而在雲南地方 亦都要重整這個旗鼓 但是呢 在當時來講 其實中國的形勢 亦都不是說 是很樂觀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雲南地方 一直以來 都不是國民政府 可以能夠管轄到的地方 因為當時 雲南的王 就是 領導者 就是龍雲 龍雲 基本上 就不是很喜歡 蔣介石 透過抗日這個名義 就派軍隊 去 他的地盤 是呀 我當成為王 你突然找找些軍隊 你可不就知道我沒有得王 是呀 沒有得王 而且當時 他對抗日的態度 其實也是搖擺不定的 汪精衛曾經說 老實說 要拉攏過他 過來吧 真是厲害 所以如果看到 這個 中國遠征軍 在當時來講 就是一個 雖然這個裝備是改善了這個事實 但是在整體的戰略來說 其實它對於中國整個抗日的形勢來說 其實無疑是加重了在西南的壓力 於是令到中國整個抗日的形勢有一個改變 是 遠征軍裡面有一個很出名的將軍 遠征軍孫立仁 孫立仁 一位叫郭廷亮 郭廷亮是孫立仁的下屬 郭廷亮會在孫立仁去到台灣之後 會有一段故事說 另外一位是蔡蘭安 這幾位都是杜律明 有些人讀月明 但是 一般都是叫杜律明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杜律明 但是有一個建築師叫貝月明 林貝月家 但是杜律明是讀過律節的 通常都讀過 這些都是大將軍 當年指揮中國遠征軍 也都立下筆下很多韓馬功勞 好了 問題就是 這場仗打來有什麼用 為什麼要打 其實這場仗是根據當時中國和同盟國 所謂同盟國是英、美、法、蘇這些幾個國家 是簽訂的一些條約 是一個義務 因為當時 蔣委員長就是中國戰區總司令 所以他要負責中國戰區所有的戰爭的義務 而緬甸就在亞洲地方 當然歸蔣委員長 所以就要支援民國 其實這件事真是兩體 兩體 我剛才更正了 有位網友就說 戴安蘭 不是戴安蘭 那好了 原來就是 當時 我們 就是中國 中國 就是沿海 其實都被日本人封鎖了 那我們 當時的後方補給 是靠西南方的 是 是 那日本人也覺得 只要你 你英、美都要打勾戰 你還霸佔那些殖民來做什麼 那日本人就發動這個所謂民族戰爭 要求當地的人民起來 就抗衡這些殖民主義 那希望 第一 我就可以利用當地民眾 將你們的 帝國主義 趕出去 譬如泰國 這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緬甸 等等 越南 菲律賓那樣 那就好了 所以 日本人 就一尾 挑起這個 印之半島的 就是民族抗爭 另外 就派兵去 幫他們 當時的民族 就說 好啊你來幫我 我趕走這些 死人鬼頭 大東 和榮圈之下 是的 但是 中國當時看到 如果連這個西南 印之半島都被你 咬完的話 中國其實是無路可逃的 除了喜馬拉山之外 攀過去之外 就不能走的 是的 因為你除了西藏那邊 下一個地方 其實 這個田面鐵路 田面公路 其實都不是矮的 不過是喜馬拉山 矮一點點而已 那就好了 變了 這一場仗 第一 第一 英美的要求 第二 中國的西南部 必須要打通 否則的話 後方支援 我的後方支援 就沒有了 所以 就 田面公路 我們都說了 這個田面公路 用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就是 大家用手去挖 是 因為 其實當時有開錶的 中國政府就向外國開錶 大哥哪家便宜 我哪家做 有很多都有興趣 他說大概十年 看完之後 他就說 十年 中國被人罵了 你跟日本人打工 所以 我們趕不及了 十年 不行 耗著了十萬人 當時的婦女 小孩 老人家 大家就找手 開闢這條田面公路 一千多公里 很長 歪彎曲曲 本來有一張叫二十四拐公路 是很出名的 大家在天空看下來 好像蛇一樣 大概一年的時間 打通了田面公路 如果現在的環境 如果大家有去九寨溝 其實那條路 是比九寨溝更加彎曲曲的 是 就是由這個四川 由這個 都光營 進去九寨溝的 那條路 一樣是這樣彎曲曲的 是 所以就是 第一我們要打通這個田面公路 是吧 第二就是這個 印之半道 我們必須要守衛著 否則的話 我們所有的物資 就靠這裡來的 所以 無論你是 英美邀請也好 什麼理由也好 這個地方 是必須要去守衛著 就算你 英美不邀請我們 我也要打通這條路 否則我物資就 因為 從這個 1942年開始 這個物資 是少於1939年的三分之二 是 所以 物資是非常短缺的 是啊 即是如果你連這裡 都 失手了的話 其實中國 就自己吃自己的 即是挖地下 是吧 所以 中國遠征軍 肩負的任務 就是要打通西南 保護了這個 即是西南的田面公路 和中印公路 希望那些物資 可以在印度 和緬甸那邊 就運進來 那樣 所以 這個 其實裡面 如果說戰役 就有很多事情要說 但我們都不想 戰役 一說 所以 中國遠征軍 其實這裡都差不多 那 會 本來 孫立人 其實可以大輸特輸 因為這個人 打叢林戰 很厲害 即是 打叢林戰 那 去到台灣之後 就 受到 蔣介社 是軟禁 軟禁 軟禁到 好像三十幾年 那 我也不多說了 因為 就是 我們 有副相 二十四拐 可以看一下 這副相 我們 這個二十四拐 天空拍下來 你看路 多險妖 你看兩邊 就是 陡斜的 懸崖 車人 就是 在這二十四拐上面 就穿梭 好了 那 孫立人 我不說的原因 就是因為 恩新港 在他那個 國情新知裡面 曾經說了 一集幾 到兩集 就是 說孫立人 孫案 對 就是為什麼 是被蔣介石去軟禁 因什麼事軟禁 以及牽涉到 在什麼情況之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過去 領去第二個台 不是 第二個節目 第二個節目 就是恩新港的 國情新知 他裡面 曾經有一集說孫立人 我在這裡說 我也不敢在 恩老師面前 賣武 你客氣而已 我們就不說了 好了 今天的節目 到這裡差不多 我們 要看一下 有沒有網友 要 下一集說 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合大 就是 政態很多 對 沒有什麼要說 我們都不斷 我們都上去搜尋 一些資料 看看有沒有一些 如果 如果簡單一點 我們可能用 十幾二十分鐘說一說 是 如果是 西南聯合大 其實是說什麼 就是當時西南聯合大 一些學人 一些知名的學者 是 他後來在現代中國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 是 我們都下一次 或者下一次 我們找一點時間 都說說西南 因為有 聽眾要求 我們 這些我們不是扮班主 對 沒錯 多多支持才行 我們當然要 都要說說 有這位 023185 就說 CAMU中市很厲害 又說 應該說西市也很厲害 我覺得這位 CAMU真的很厲害 是的 他的資料很豐富 他也是 我們每一集都來捧場 但都提出很多意見 都值得參考 是的 大家可以討論 今集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